好這個檔案我們要來介紹這個雙變數函數 它在幾空間裡面 它的幾何含義 那首先我們還是先從單變數出發 假設這個y等於f 那這個單變數函數呢 這個y等於f是平面上的一個直線或者是曲線 那你把這個y對x為分以後 那它就是等於這個f' 那這個呢它代表的是切線的斜率 假設這個曲線呢長得像這樣子 譬如說呢這個點如果是x的話 那麼我們在這個x這邊呢做一條切線 做一條切線 那這一條切線呢它的這個斜率 就是f' 那麼擴充到雙變數函數以後 這個z 這個z等於f of xy z等於f of xy 那這個式子呢 它要不然就是一個空間裡面的平面 要不然就是一個曲面 所以它要不然就是一個plan 一個平面 要不然就是一個surface 一個曲面 那假設這個曲面 它是這個圖形裡面這個粉紅色的這一塊 粉紅色這一塊 那麼當你把這個z呢 對x做偏微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把y看作是一個常數 所以等於是把y固定住了 等於是把y固定住了 那假設說呢 你現在把這個 呃 微分好的這偏微 對x的偏微呢 你帶x0 y0下去 好 那麼x0 y0呢 它在這個平面上呢 是這個點 是這個點 好 是這個點 好 那對應到空間裡面去呢 就是這一個點 好 就這個點 所以這個點的坐標呢 它就是x0 y0 z0 這邊因為我們把圖形放大 就不太清楚 好 同學看一下 這個是x0 y0 z0 好 那它在這個平面上面呢 它的這個坐標 就是x0 y0 x0 y0 那這個點呢 對應到這個曲面上面的這個點呢 它的坐標就是x0 y0 z0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y0固定住 y0 y等於y0呢 這是一個plane 這是一個平面 y等於y0 也就是說呢 沿著這個線 這樣子切這個曲面呢 於這一條曲線 切這個曲面 於這一條曲線 那換句話說呢 整個這個曲線的這個curve 這個曲線呢 它就是z等於f of x 然後y0 這個y坐標把它帶y0下去 那因此呢 這邊我們又回歸到這個單變數函數了 也就是z等於f of x 這個函數 那現在當你把z對x做微分的時候 同學看這式子 z對x做偏微分 做微分的時候呢 它就很像是當初這個y對x微分一樣 好 那然後呢 當你把這個x0 y0帶入的時候呢 它代表的就是在這邊這個切線 它的這個斜率 也就是這一條切線 它是在這個y等於y0這個方向上面 好 y等於y0這個平面上面 那麼這一條切線它的斜率 好 所以partialz over partial x 它所代表的含義是什麼呢 slope in the x direction 因為y等於y0這個平面呢 它是平行x軸的 所以呢 在x方向的這個切線 好 在平行x軸方向的這個切線的這個斜率 就是partialz over partial x 然後你把這個x0y0代入 這個就是它的斜率 那從另外一個觀點來看 就是呢 假設說呢 你現在把z對y做偏微 那z對y偏微的時候呢 這就是slope in y direction 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因為如果我們現在把x0固定住 把x0固定住 就是說在這個平面上面呢 有x0y0一個點 那你給它對應到空間裡面去的話呢 那這個點呢 就在這個曲面上的這個方向 那所以這個點呢 它就是 它的坐標就是x0y0z0 那麼 我們把x0固定住 x等於x0呢 這是一個平面 這個平面呢 跟這個曲面相切 好 它切的這個 這個 好 它切的這個 呃 這個曲線呢 就是這個curve 就這個curve 那這個curve 那這個curve的方程式呢 表現出來就是在這邊 表現出來就是z等於f y f of y 那x0被固定住 被固定 就是x坐標被固定成x0 那麼 所以它只剩下一個變數在變動 z等於f of y 那因此呢 又回歸到這個單變數這種情形 那所以呢 當我們把這個z呢 對於y做偏微的時候 這個z對y偏微出來呢 就是這個 在y方向 它的斜率 那因為x等於x0呢 它是平行y軸的 它平行y軸 所以呢 這一條 切線做出來的呢 就是在x等於x0的這個平面上面 那因此呢 在這個平面上面做切線 切這一條曲線 切出來的這個斜率 這個切線的斜率呢 就是這個partia z over partial y partia y 然後你把x0 y0呢 代入 好 所以在x方向的斜率呢 就是把z對x為分 那對在y方向的斜率呢 就是把z對y做偏微 炸一行 你想想 這次是你 製造了 充分な 成功